大家好,我是Hidy 之前我就去了沖繩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沖繩的時候買了什麼 我去之前已經有很多不同的朋友跟我說沖繩其實是沒有東西買,不適合你去的 但是我後來發現了根本就不是一個地方有沒有東西買 而是去那個人的購物浴究竟有多旺盛 我想說,你們說沒有東西買的地方,我是買了這麼大袋東西回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事不宜遲,馬上去片 那這次就先由沖繩說起 平時我去日本也不會特別想買衣服的 因為通常看到的衣服,心裡都會想,如果這些衣服在淘寶買,應該都是四五十元就買到了 有這種感覺的 但是這次我也買了少許的衣服 我現在馬上去拆給你們看 但是我不會穿上身的 因為沒洗過的衣服,我是不會穿的 這一件呢,就會是一件很普通的黑色衣服 因為它的領域比較闊 所以你穿上去的時候,它感覺就好像裡面有件打底衣服,然後露了一個繩位出來 它的價錢是1900日圓,但是那時候是有折的 所以就大約是100元左右 然後第二件呢,就會是這件紅色的冷衣服 它是一個闊領,後面是有三顆扭的 但為什麼我會買它呢? 就是我喜歡它這個位置有袋子 大家都知道我對所有衣服、裙、有袋子的時候就會失去理智的 所以呢,其實也不貴的 好像是1900日圓,然後又有折 所以我就買了 然後的這個,我完全是同心未聞 這件是1000日圓 就可以買到一件紅色的睡衣 它是全身睡衣 它只需要70元而已 而且它的質地呢,是這種軟綿綿的質地呢 我現在看上去已經超舒服了 衣服呢,我只是買了剛才的三件 然後就是一些袋子 完全沒有想過自己會在日本買袋子 因為其實我已經有很多很多袋子 但是這次呢,我又很不爭氣地在日本買了三個袋子 第一個呢,就想說這個手腕袋 對啦,其實它這個長度呢 現在呢,也是剛剛好可以上到薄的 但是如果你說冬天的時候 你穿一些比較厚的衣服的話呢 那它可能就比較純粹了 那它的質地呢,是一種甲棉質地 所以其實它是有厚度的 你會看到這裡裡面軟綿綿綿 是有棉花的 那你近看是會看到一些 箭嘴形狀的黑白,黑白雙間的 還有它是有壓線做了一些菱形在這裡 我自己就很喜歡 因為其實它配白色衣服是很好看的 之後呢,有兩個袋子 就因為有選擇困難症 想不到買什麼顏色號呢 結果我兩個顏色都買完 那就是這個的邪背袋 這個袋看起來很迷你 但其實裡面也放了很多東西 是我平時用來放速牌用的 它好像是1500日圓再有折 所以我自己都很喜歡 在我完全想不到買哪一款顏色的情況下 我就包了這兩款顏色 那之後就是一些無聊的東西 我自己就是在水族館買了兩條毛巾 我覺得它們很可愛 是不是?Chopper 是不是很可愛啊? 對,因為我自己其實都常用毛巾 你知道放Chopper又要上山下海 我就不喜歡用紙巾抹汗的 平時鼻敏感已經用得太多紙巾了 我已經很有罪惡感了 所以脈行一定是用毛巾的 所以我都會收集一些很可愛的毛巾 是不是很可愛啊? 然後就買了一些沖繩很土產的東西 例如這個黑糖 大家都知道在日本一定要吃咖喱 他們也出了很多款咖喱 我這次買的這一款就是一個咖喱cream 應該就是忌廉和咖喱混合出來的咖喱磚 我覺得挺有趣 所以就買來試試看 然後還有這些即沖的湯 我自己是喜歡放在公司那裡 如果很餓很餓的時候 就會沖一包來喝 就可以頂一下肚 但又不會太飽 還可以也不算太高卡路里 然後我就買了一大堆minion糖 是不是很可愛啊? 所以他們的樣貌我包了他們全部款式回來的 對了 其實這次去日本除了我買東西給自己 我都買了很多份禮物 是會送給大家做手信的 不過我就不會在這條影片那裡說的 因為這條影片應該會很長 我就會今天拍完 但是就會過幾天的時候再上載 就會告訴大家我買了什麼給大家 還有怎樣參加那個giveaway的 那這裡其中就是一件 giveaway會送的東西 多得有觀眾提醒我 在日本一定要去100日圓店 買我最喜歡的洗泡水 而且是舊款來的 所以我都入手了三支 不是是四支 因為有一支已經開了來用 然後在100日圓店 我都看到這個美人魚的索繩袋 它是眷面 就是亮亮的 我自己都很喜歡美人魚 而且它都是7元而已 沒理由不買而已 好了說了這麼多雜物之後 就可以開始我們的美妝保養部分了 我這次真的很修煉的了 因為真的有太多東西還沒用完 這兩樣我已經跟大家說過10萬次了 就是我最喜歡用的卸妝油 以及我最常用的去角質化妝水 這兩樣是我去日本一定會補貨 看看補多還是少 因為家裡還有存貨的關係 我就每個人只買了一包回來 這次 然後補貨必備的還有Modeliner 我都只買了一支 我超後悔不知道為什麼沒有買多幾支 唉 不過應該也夠熬的 然後Modeliner同一個牌子 我就買了一個他們出的Mascara 因為我之前已經很想試的了 但香港也買得很貴 而且經常都沒有貨 所以這次我去日本的時候 就選了一支來試 看看他會不會挑戰成功 贏到我最喜歡的Dolly Wink 然後就有兩盒護髮膜 這個是Shisado的Fino 不密身 我也說過 因為在日本實在便宜 香港太多了 所以我也忍不住買了一盒 這個香港出了沒有? Zubaki他們的一個護髮膜 我看到它金光閃閃就買了 但其實它不算便宜的 它差不多是Double價錢的 比起Fino 所以希望它的效果也有Double的好用 然後就是Nivea的這一支Marsh Bello Care 它就是一支泡泡的Lotion Body Lotion 它支出來是泡泡質地 然後塗上身是很薄但很水潤的 它不是那種滋潤 它是水潤的感覺 我自己塗完之後試過都沒有敏感 所以我就很大膽地買一支回來試 然後就到Nivea的這一支Hand Cream 我也是非常喜歡用 這一支Shop系列的Hand Cream 香港應該是沒得賣的 我未見過 所以我這次買了四支 一支留給自己 三支是用來Give away送給大家的 然後就有這個Heavy Rotation的眉Gel 我想說其實我第一次用眉Gel的時候 都是已經用這個牌子的 那時候我就不知道它的好 我覺得它也不錯 用完之後 我就買了其他牌子的眉Gel之後 我就發現原來你是最好的 對呀 我是用過Eto House和Rimo的 我也是覺得 一般的 所以我又重投回它的懷抱 而且這次終於買適合了 大家看到我的眉 是不是跟我的頭髮比較配 比起上十多二十條片 我覺得這次的眉已經好很多了 之後就買了這一支透明質酸 算了很多時候大家都會看到它 跟一支粉紅色很高樽的那支做一個套 但其實說真的 我只是對這支透明質酸10ml 這支有興趣 所以它這次是有單買 我就沖了去買了 這支有什麼用呢 其實它除了單茶之外 它還可以加一些 你覺得平時比較稀 不夠滋潤的化妝水 或者是精華也好 或者是粉底也好 你都可以把它加進去 令它的滋潤感提升 在冬天的時候去度過 我自己就很喜歡它這個概念 它是可以說到自己很百搭 所以我就這次終於買來試了 然後平時不捨得買的 還有FANCO FANCO 其實我又不覺得它貴到我買不起 但最慘的是買完那支東西 要一個月用完 我又覺得我做不到 所以一直以來 我每次去日本都會入FANCO看 但都沒有買的 今次不知道是Family Mart 還是在Lawson的時候 就看到這個十日份量 立刻沖了去買 除了Toner之外 還有一支Lotion 所以這支我覺得1200日圓 都很划算 用來入手試一下 究竟這個系列 是不是真的這麼神 這麼好用 眼線呢 除了買我最喜歡的Modern liner之外 今次還試了一個新的品牌 這個品牌 就叫做Pette Chow 好了 我試的時候 就覺得黑色是很黑 但啡色呢 就嫌比我平時用的Dark Brown 稍微淺了一點點 但我照是兩支都入了手 其實呢 我還沒試上眼 但想當日 我把它試在手上 回到家 酒店洗澡之後 它是完好無缺的 所以我對它的期望都很大 之後就到這一盒的眼影 我純粹在美妝店的時候經過 然後試上手 看到它超閃 我就買了它回來試 它裡面的盒子是這樣的 這款 然後呢 剛才嚇死我了 一打開 它是磨砂面 原來是有個蓋 這個蓋應該也很好 它可以防止裡面的眼影變乾 你知道閃粉這類型 一乾了就已經搞不定了 我試給大家看 哇 我這些閃小眼影 簡直看到它是深深眼 咦 它是韓國做的 哎呀 不知道如果韓國有沒有買呢 我這個顏色是05號色 哎呀 我有點想包色的感覺 大家在韓國有沒有見過 這個牌子 然後去到日本呢 總是會被一樣東西吸引到的 就是潤唇膏了 不知道為什麼它整排放在這裡之後呢 你就會有一種魔力去那裡 拿回一兩支來買的了 這次這一款呢 好像香港是不是都可以買了 萬壽倫敦的這隻金色包裝 它就是寫著高保濕 我對於高保濕這三個字 是完全沒有抗體的了 就買了一支是沒有味的 還有一支Honey 就買了回來 應該也會送一支給大家做Give away的 香港有得買你們都不介意收的了 然後呢 被包裝吸引了 也是這一支的萬壽倫敦 大家看一下 評一下你先 它的包裝是不是很漂亮 但原來打開出來買了之後 我就發現了 它是一支超普通的萬壽倫敦 只不過把它變成一個正方形 塗完上嘴之後 很快就沒有了 就當普通平時不停塗 或者不化妝的時候 用來補嘴都還可以 但是我不會推介大家去買這個 然後呢 我就買了一支Excel的唇膏 這支的色號是GB06 我又是不知道香港有得買這些 那麼新的顏色味 你也知道香港其實很多東西都很 在化妝品來說 很多時候外國已經出了的東西 它都是沒有得買的 所以我也不理香港有沒有得買 就直接在日本買了 這次Excel的這支唇膏做得超高貴 它三面是黑色 然後這一面是金色的鏡面 而且不是亮面 是少少磨砂的 我這次買的顏色是比較專紅色 比較適合秋冬去塗的 我覺得過了鏡看下去鮮色了 那我真實看下去是沒有那麼鮮色的 嘩 為什麼大家覺得這支顏色 其實我真人看下去真的沒有那麼鮮橙紅 接著在開架化妝品 我還買了這一盒眼影 它是Rimmel的 是不是很可愛呢 這個包裝 雖然它的顏色配搭了老巾 還有鬼打牆 但是呢 其實這些這麼白搭的顏色 是非常好用的 也是放在office的一個非常好的化妝品 嘩 好滑 接著這支應該是最深色 還有 最閃的色 這個粉紅色 其實它不會過分粉嫩 或者過分Sharp 所以其實放在眼上也不會眼腫 這個粉底真的超難找 整個沖繩 好像只有一間Shashado可以買 還有機場也有 但是沒有我的顏色 我買它的原因就是 看到Hatme說它很好用 它自己本身也賣化妝品 連它也覺得很好用 沒理由不試 也不貴 我覺得是值得試的 如果真的很好用 我也會跟大家再說 之後就買了同一個牌子 但是兩個不同的產品 都是一個叫做Make Me Happy的牌子 都是一些香味的產品 兩款都是同一種味 這一盒就是香水膏 而這個就是噴的香水 其中一樣我都會作為Give away 就會到時給那個得獎者 去選擇它要香水膏 還是噴的香水 你不要期望它是那些 可以保持很久的香水 但是聞下去 我自己當時試過 是真的超香 我對於香氣是比較慈窮的 總之我就是覺得它是一種 不會很熟氣 都比較清香 但是都比較女生的一種香味 說了這麼多化妝品之後 我就買了一種新的卸妝油來試 它是花黃出的 那就是MUO的卸妝油 這一種都不是容易找的 不是每一間的藥妝店都會買得到 其實它上網的評價都很不錯 我就買來看看它會不會打得贏 我這個超級便宜的Softimo卸妝油 畢竟我都用了五六年了 所以我都很少特意去買其他卸妝油來使用 你一定要好用 我買了這麼多隻chiple唇膏 超級便宜的 這隻唇膏是賣三百多yen 即是三十元都不用就有一枝唇膏 其中有兩枝我都會做give away送給大家 有三枝就會自己保持 它裡面一打開就是一個這樣的銀色子彈形狀 你會看到它的顏色 你一看下去就知道它是潤身那一種 我在沖繩的時候本來是買一兩枝的 之後試了 覺得瘋了 太好用了 所以我再入手了多幾枝 而且買了一兩枝送給大家去做手信 其實這個銀色的子彈形狀是一個唇膏心 它另外是有得再配一個唇膏殼 阿果 我自己覺得單用都ok 但是送給大家give away 我沒理由這麼寒酸 送唇膏心給大家 所以我買了唇膏殼 有黃色和有白色可以讓大家選擇 到時 我覺得少少心意 好啦 我終於分享完我的沖繩購物購 好累啊 希望大家喜歡這類型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雖然由現在開始到12月 我盡量都可以一個禮拜 加多一條片給大家 但是至少我會promise 一個禮拜最少真的有兩條片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